枝凡叶茂的造角树 仿佛是梅里达的树魂 看见它们就像看到了风的形状 这时候的造角也变成了风的乐器 你只需要待在树荫下 静静聆听就好 东白的雪荣花开在夏绿的荷塘 在梅里达可以同时感知欧洲殖民 与古玛雅文化碰撞的味道 可以在有欧式范的现代建筑的街道上 巡力各类带有传统玛雅花纹和颜色的商店 但我总是怀疑这些产品来自于义屋 70%的当地人都是古玛雅人的后代 大概50万人民币就可以购置一套 带有前后花园的二层独栋小屋 色彩斑斓的古城小道里 偶有载着游客的马车驶过 比起卢克索来来往往 我更享受这种不期而遇 这里是寻觅玛雅古文明的歧视点 是尤卡坦的首府及金融中心 渗透了西班牙的殖民魅力 也因早年与法国汇叶剑马贸易的绿色黄金时代 积累了相对深厚的财务基础 所以建筑和小道也抹上了淡淡的法兰西味道 然而由于坎坤被盗一失 让我对当今法国人的好感度一大大降低 梅里达的名字来源于西班牙的一个同名城市 白色之城 但我怎么都没有感受到白色的含义 只是迷失在拥有各色拼图般的奇妙拐角 走进梅里达的这个古城区的边缘 我们就发现了很多色彩的碰撞 这边的人也不是很多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小的餐厅 虽然没有人 但是他们一些别致的布置还是在这里 在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下 顺着风慢慢的飘扬 我相信我们顺着这条古道 进入到他们古城的主城区 会发现更多更多的惊喜 在这座古城当中 我觉得最美丽的 还是它这些十字路口拐角处的建筑 像左右两旁的色彩斑断的小道中延伸出去 这种视觉感觉就相当相当的美 在梅里达新城跟旧城的交界处 也就是这里有他们的一个纪念碑 这纪念碑的碑体我们看出来 是用那种五彩的像海色马拉松那样的喷汇 喷涂上去的 而在那边就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墨西哥老城 这边是他们比较小资的一个新城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就不如他们的老城 今天算是由重庆来走了一遍 梅里达的中兴殖民地历史古城 前面就跟大家说过 这里的整座建筑范围 都是他们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之一 这次我发现了一个砖红色的天主教教堂 它建立于1575年 距今也有接近450年的历史了 在那座张红色大教堂的对面 我们可以看到梅里达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半螺旋式的椅子 两个人虽面对面 但是又错开 有点像两个矮脚杯 然后两个人坐在上面的话 其实左手是可以靠在一起的 是方便大家能够更精密的靠近 而又不至于太尴尬吗 这个地方古色古香的 这边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地区 感觉整个吊吊都很温馨 现在我开始尝一尝他们本地的这一个菜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海洋煎蛋 这里是它的一些小肉块 这个我之前吃过 它的玉米脆片现在被泡软了 这是一些酱汁 这个有点像番茄酱料 但是整个还是比较重口味的 我先尝一尝 今天是他们的节假日 也是他们的家庭日 所以我们看到街上 法尔比平时要热闹很多 刚刚出来早午餐 顺着这一个餐厅的路 会看到这附近有很多西班牙的建筑 这是他们的博物馆 梅里达的现代化区域也拥有众多的布置精良的传统美食餐厅 还有各类博物馆等待你去游览 这座历史博物馆就成类了珍贵的玛雅文物 彰显了整个玛雅文明的发展和消亡 190比锁的门票 但我只是对它的外观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尤其是最顶端的浮雕和小天使 让人迷失在了欧洲 其实也像我现在 似乎已经把旅行变成了半个旅居 有时候感觉自己迷失在了这大千世界 还好会遇到各个拥有有趣灵魂的小伙伴 配着这杯盐味和辣椒混在的米奇拉拉斯 迎着夕阳 感知所有的未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